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部落大小聲 我是主持人 國家語言發展法 在去年一月九日 由總統公布施行 他不僅標示著過去 獨尊國語的語言化語言教育 的政策的一個結束 也彰顯了以法治 來保障臺灣各個族群的語言 以及語言文化平等 發展的多元化價值 因此違法的制定實施 也可以視為落實轉型正義的重要一環 為了讓語言文化傳承 能夠向下扎根 違法他明確規範十二年國教總綱 也就是一零八新克綱 上路實施三年之後 要把國家語言列為國民教育各階段的 佈定課程 不過本土語言的課程到底要如何規劃 才能夠兼顧學習的成效 又能夠符合轉型正義的意志 事實上不只是語文的領域需要轉型正義 我們在一零八課綱裡面 在社會領域的課程部分 我們也看到了有更多系統性的深化原住民族的議題 那站在第一線的教師 他又要如何調整教學的內容和方式 讓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不再只是空的概念 今天一起來討論 我們先來介紹今天現場的來賓 第一位是圓明慧教育文化處專委邱文龍 我是教育文化處專門委員邱文龍 大家好 好 第二位來賓是國教院課程教學研究中心 主任李文復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國教院課程中心主任李文復 我們第三位來賓是苗栗縣東河國小校長高清局 很高興在這裡跟大家見面 第四位來賓是臺北市教育局原住民族教育 資源中心的教師白子伍塞亞納 我是白子伍塞亞納 大家好 第五位來賓是歷史教師深更聯盟發言人 黃慧珍老師 大家好 我是現任的高中歷史老師 我是黃慧珍 大家好 第六位來賓是教育部課審會審議大會 學生代表委員蕭竹軍 大家好 我是教育部課審會學生代表蕭竹軍 好 歡迎六位來賓 我們今天的節目也在Facebook同步直播 歡迎大家能夠幫忙分享轉貼 同時留言表達您對今天議題的看法 也歡迎觀眾朋友訂閱 原氏部落大小生的YouTube頻道 提醒您除了按下訂閱的按鈕 記得要打開小鈴鐺的圖示 這樣你就可以接收到 本節目最新的資訊 部落大小事 我們一起來發聲 因應國家語言發展法 要求在國民教育各個階段 將國家語言列入 不定課程的規範 其實國家教育研究院 他就提出了十二年 國教總綱的修改的草案 把本土語言列為 國中還有高中的必修課程 不過在八月中旬 我們卻傳出了國中分組的課程審議會 否決了這樣一個國中三年 本土語言必修的提案 也引發了包括原住民族團體的 高度的憂慮 難道好不容易爭取到的 族語的轉型正義 又要倒退向後轉了嗎 而這起正義在教育部長 潘文中公開宣示 課綱審議過程當中的各種討論 最後人士要依照國語法的相關規範 來執行之後算是告了一個段落 不過我們在今天正式討論之前 我們先來回顧這一段相關新聞的報導 《國家語言發展法》確實是經過 立法院審議總統公布的法律 那我想這個法律在我們包含相關 因為已經有明定到這部分了 那確實會依法來做執行 孩子以後有機會 他可以選擇我將來 我要讓我的主語更好 或者是我追求更國際化 我可能學其他的語言 可是我覺得至少我們給他鋪陳一些基底 讓他以後有一些選擇權 11年14之後 甚至我們本校的老師就有具備有 課語認證的師資資格 這部分學校是比較不會擔心 但是我們不理解的是說 少數族群的學生 那不曉得將來是不是 一定要問學生來開課 還是說要多少人以上才會成班 才會開課 可能還要再等教育部的事情細則 華語尼課員都已經是國家 研究與平等的概念 他本來就應該有 研究學習的基礎 就研究學生來講 國高中要升高中到大學 還有升學加分的這個機制 所以如果國高中 沒有成為必修的課程 會影響他們的升學的權益 好我們今天第一個問題就要請教這個議題的苦主 也就是國教院的代表 那本土語文的課程到底是否要列入國高中的必修課程 那爭議的源頭應該就是現行的108課綱 在語文領域的課程學習的要點和國語法第十八條的規範是有不一致之處 那目前在108課綱針對本土語文課程的學習規範到底是如何制定的 那按照國教院的規劃 也就是十二年國教總綱在修改之後 未來本土語文課程的學習上面會有怎麼樣的變革 是不是請主任來做一些說明呢 好 那個首先就是在108課綱在當初在那規劃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很關注那本土語的這一塊這樣子 所以我們也會 所以說也才會把那個像那本土語的部分 就已經放入到那國小的布定必修 然後在國中的階段 然後它就是一個選修 然後在那高中的部分 它也是一個選修的概念這樣 那我的意思說 其實在這一次的課綱研定的時候 其實對這一塊就已經很關注 那這一次就是因應那語法法的部分 因為這個語法法已經有明確的規範 就是未來要把國家語言放入到 各教育階段的布定課程裡面去 那所以我們會按照語法法的規範 就是會把這個屬於那國家語言的部分 就放入到這個課綱裡面的語文領域 所以說這是沒有問題的這樣 那所以我們在初步的規劃裡面就是說 在小學國中的階段 因為它是屬於義務教育的階段 所以就是每週一節課 好 然後在那高中的階段 就是因為它不是義務教育 就是說高中它基本教育 所以在那高中的階段就是說 把它視為共同核心課程 它是用兩學分的概念這樣子 是 好我想進步請教就是說 其實如果說按照原本的國中高中的階段 本土語言是列為所謂的選修 那這個選修課程的時間 它會安排在可能就是彈性課程 或是校定課程的一個時數來進行 現在改為布定的一個課程之後 那麼會如何牽動其他領域科目 在學習時數上面的調整呢 是 因為108課綱它去年才剛剛實施 所以這一次我們在調整裡面 有一個很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就是說以最小修訂的幅度 它為原則就是避免讓去年 才剛剛上路的108課綱 然後讓學校端有太多的一些 干擾跟破洞這樣 所以我們的原則就是說 依照與發法放入到那 布定必修的課程 它要增加它的結束 然後減少的就是說 它要減的部分 就由那校定課程 它來減一節課 或是減兩學分這樣子 對 那這個方式呢 其實是會對學校端來說 它的衝擊跟干擾 應該會比較少一點 如果說我們去調整 它本來的布定課程的話 哇 那這個知識體大這樣子 好 就會佔用到所謂校定課程 或是彈性課程的時數 但是問題是就我們的理解 其實108課綱當初制定的時候 就非常強調所謂 彈性自主學習的精神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修改之後 吃掉了彈性課程 或是校定課程的時間 是不是會造成這樣的一個 有關於彈性學習自主的 這樣的一個理念的一個影響呢 這是在整個 就這是在整個權衡裡面 就是說既然國家原法案法 已經規定說 這個課一定要放入到 那布定課程裡面去 大概就只有兩種選擇這樣 第一種就是說 我們從現有的領域課目的 時數裡面去做調檢 好 那第二個呢 就是從那校定課程裡面 你來調檢這樣 大概就只有 大概就只有這兩種模式這樣 但是我剛剛講到說 如果我們從現有的領域課程裡面 它去做那調檢的話 其實這個艾溫知識體大 它會對整個的 那衝擊它更大 然後我們就從那校定課程裡面 那雖然說這邊可能會有一些人 就覺得說我們不是強調 他的那彈性學習時間 跟他彈性學習課程 跟他學校的那校定課程這樣 但是在這種權衡底下 我們是用這樣子的一種方式 他來調整 那我們也希望說 讓將來學校端在實施 這個課程的時候 它可以更彈性 它可以讓整個學習 也能夠從整個學校 本位課程的這樣角度裡面 去做一個整體的規劃這樣子 讓我們本來希望讓學校 有一些更本位的空間 也能夠在這種彈性 跟在自主的情況底下 它也能夠讓這個課程 實施的更好這樣子 也就是說在每個學 就是每一個都有固定的一個時數的 有限的上課時數的一個前提之下 也必須要做一些 可能就是小福的犧牲 才能夠達到就是說 這樣子一個教育上面的一個改革 我想進一步請教就是專位 那就是我們知道108課 剛剛他是經歷了長達十年的時間 而且與各方面 各界的討論以後 才最後才定案的 那剛剛李主任也特別提到 就是說 希望在最小一個幅度的 一個修訂之下 能夠達到這樣一個 國語法的一個要求 可是如果說 才剛剛上路不到一年 就面臨的必須要去修改 調整課綱的這樣一個處境 這樣對於未來 就是課綱的一個穩定性 是不是會有一些影響呢 從我們在推動語言附贈來看 我覺得這個影響是必要的 因為確實啦 其實對言明慧來說 我們在106年總統公布實施 原住民語言發展法 雖然比國家語言發展法早 其實我們對現在學校 只有實施每週一解課的足以教學 其實我們是不滿意的 不過因為在現行的教育制度 政策之下 我們能夠先爭取到這一塊 其實我們也很感謝教育部 跟國家的整個 包括文化部在制定國家語言發展法的時候 不只從國小拉到國中高中 這一塊其實是我們覺得是 備受肯定 那我們也希望 當然除了它透過 在佈定課程裡面 不減少時數 然後在校本課程這一塊 去做增加這一塊 至少讓我們的語言的學習 是從國小延伸到國中到高中 那其實我們在108年的 課綱的制定的過程裡面 會裡面的代表以及跟 當初的課首委員跟當初的一些租人 跟老師其實也已經把 我們1到12年的 相關的整個課程的發展的規劃 包括它的核心肅養跟能力 都已經放進去了 只是只有在小學的時候是 小學的時候是不定課程 那這次剛好是國家研法 通過之後要求 每一個教育階段都要 把足以課程放進去 其實是我們樂觀基層 因為其實我們那個時候就有超前部署了 這是就政策單位的一個立場 會有這樣的思考 可是我想請問就是教學現場的 一個觀點是如何 也就是說如果因為國語法的實施 所以面臨必須要有所修訂 課綱的一個狀況 是不是也意味著未來 可能有一些新出爐的法律 或是一些新的政策 提出之後課綱的修訂 可能還會再度發生 那對於就是說這樣一個課綱 平凡的修訂的一個狀況 會不會因此帶給不管說學校 或是家長甚至學生 在學習上面的一個多班的困擾 我想請校長也做一些回應 好 真如那個專委說的 我們其實超前部署了 在一百零七年公佈的課綱裡面 我們其實在國中 也要求原住民重點學校要必修 在高中的部分 也是六學分的選修 這早就已經破好路了 我們只是今年現在就是 再修正的更好一點 那其實我們沒有閩課那個問題 我們都已經做好了 所以沒有什麼很大的困擾 那再來呢 其實因為我們的主語 有一個升學 那個就是有個升學的這種 考試通過可以加分的一個管道 那所以其實家長也很在意 反而是學校端 在都位區的大部分的原住民 可能在選修課程的時候 會比較困難 那現在圓明慧這邊也做了一些 直播共學的提供 那所以有很多的幾套方式 其實都一直在進行中 好 所以就原住民地區學校 或是說原住民重點學校 或是一些原住民族語 學習的部分來講 對於這樣的一個所謂 課綱的調整 比較是沒有所太大的影響 可是其他領域的科目的學習 比如說在社會科 或是說其他像彈性課程的學習 可能還是多少會受到一些影響了 因為它課刊本來就是提供一個 更多元更彈性的一種 就是學校課程的設計 那包含彈性課程變成 彈性時數變成彈性課程 其實在我們的部落學校裡面 常常就是可以把它 足語再加進去 所以是更大的空間可以把那個足語 不只一節課而是更多 但是就跨領域的部分 就是把足語放進來 還有其他領域課程放進來 其實老師是一定要打破 現在的一個框架 就是一定要書本來看書 來教學 而是要自己設計課程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改變 那我們在我們學校裡面實施 我覺得老師也很願意 去調整他的教學脈絡 那甚至打破現有的框架 我覺得表現都還算不錯的 我相信家長也都看得到 我們學校的努力 好 我想進步請教竹軍 就是這次本土語言列國高中必修課程 提案引發的一個爭議 主要就是在國中分組 課程委員的一個決議 他就否決了這樣的一個 必修的一個提案 然後引發了這一場 茶壺裡面的風暴 那我們知道您是作為課審會 審議大會委員之一 就您的理解 國中必修本土語言被否決 他到底反映出了 哪一些教育現場對於 本土語言學習的一個態度呢 其實我認為跟文副主任 剛剛講的很有關係 因為每當科目或是時速 有所變動的時候 對於各級的學校來講 他們在安排課程或是 實質上都會有 相對於漁網是不一樣的 那尤其本土語言相關的課程 又是在教育界各個科目來講 算是比較少數 那我認為說在國中分組 他們有做出這樣的決議 可能某種程度上也代表著 他們對於這樣的改變還有未來 現場執行上的擔憂是蠻巨大的 因為過往沒有 他從零變成一的過程 其實是很漫長的 但是其實就學生學習上 我個人會認為除了學校以外 學校的支持跟家長的支持 可能才是更重要的 畢竟我們這一代 其實有非常多的 不不只是原住民同學 其實敏克德很多 我們同輩的年輕人 很多母語都不會講的 當老師跟整體社會沒有辦法 一起給我們這樣的環境說 我們支持你去學 甚至我們回家後 我們想想我們今天學校要上 他考試不考 我們已經上完 結果回到家裡 我們自己的長輩也不講的時候 其實那樣的壓力是很大的 我們不會知道 我們可能會不知道 我們為什麼要學 那當我們回到學校 當這些學校可能教務處 可能校長 他們沒有這個心 或是不知道該怎麼 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很有可能 我們就算把它變成必修 可能也是大打折扣 好 剛剛竹軍特別提到就是說 把這個本土語言納入 國高中的必修課程之後 帶給教學現場的一個衝擊 就很多老師 他是沒有心理準備的 這部分我想請教主任 這部分這個問題 該怎麼解決呢 老師沒有做好準備 學校可能也沒有相關的一些資源 可以提供這方面的一個教學 因為按照語法法的規範 這個部分的實施是在111年 所以它離現在還有三年的時間 連個獎是兩年 對 對 對 是 所以那個教育部呢 它其實也開始在做了 很多的一些準備 不管是在那師資的培訓的部分 然後剛剛其實校長也有提到 處長也有提到就是說 其實在這次108課綱裡面 其實就已經有超限部署 這次超限部署說 雖然說只有在小學階段 是有實施 它本土語的那布定課程沒有錯 但是整個領綱其實都已經編到 12年級去了這樣子 那這個多元文化跟整個族群的 語言文化的一些教育 其實也都在這一次的 等下星課綱裡面 很多的部分都在做一些反應出來這樣 所以因為我們不能說 老師完全是陌生的啦 因為整個台灣從 它從幾年以來 其實整個多元文化族群 平等的概念 其實都已經是變成 社會裡面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跟討論這樣子 所以我就說 當然這邊還有很多的 等它配套需要去做一些處理 那未來還有幾年的時間 就是教育部 它會針對這個部 也會更加緊的來做一些準備 好 如果按照剛剛李主任的說明 就是說從111學年開始 在一般學校體系 我必須要特別強調是一般學校體系 就國小和國中階段 這每週對必須要一節的本土語言 到了高中就是三年內 你要修完兩個學分 另外就是說除了閩南語 客家語 原住民族語還有新住民語言之外 首語還有馬祖地區所使用的閩東語 也都納入所謂本土語言課程的選項之一 那我想進步請教白志老師 我們知道在都會地區 其實原住民的人口比例 已經接近總人口數的差不多五成了 那如何讓確保就是都市地區的原住民的學生 未來學習主語的權利 那在師資的培育 還有教學資源 教材研發 是否真的已經準備好了 能夠因應未來納入必修的一個狀況 應該是這樣子說 就是其實我們那個主語的教育的推動 就是在師資部分 其實因為有歷史的原因 所以其實他有一些斷層還有就是可以教主語的老師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少 但是如果這個政策如果不繼續這樣子推動下去 其實會更少人去投入這個 那其實在教育現場 其實我們的主語教育其實也在培育我們下一代的 主語的師資的人才 那我在都市就是教了二十幾年 那我看到都市的孩子學習主語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 他必須在第八節或者是政客之外的時間 大家都已經放學 他要留下來去學主語 然後那個環境 對 那那個環境其實對學主語 對學習一個科目來說 其實是跟一般科目的那個環境是更不太好的 所以其實一百一十一年要就是要推行這個主語課程 變成布定的課程 其實對都市的原住民的孩子來說是一個福音 對 是一個福音 那當然因為就是這個會牽動到一個學校的課程的分配上 那其實我們在現場的老師我們也都知道 其實國中高中他很多學校都是以升學為主 所以其實那個彈性課程很多其實都已經分配給國文英文地理這些科目 其實都是給這些科目 那是不是真的是在發展學校的本位課程呢 其實這個要再去深入了解 所以而且我也不覺得放入這個本土原課程呢 他其實是我們課跟課之間其實會有橫向 會有縱向之間的關聯 像我們在教社會領域講到原住民的時候 如果你在主語課的時候呢 也講了 我們剛好教主語的時候剛好講到打獵這個智慧 那其實他會跟社會領域的 講到原住民議題 他其實是會加深加廣的 所以我不覺得說他其實是相互排斥的 他其實是讓學生可能打開另外一個學習的方式 在學習社會領域 學習自然領域 對 所以其實這個對原住民在都市的孩子來說 其實是一個福音 那我們也希望主語可以在都市裡面紮根 我們了解就是原住民教育法規定 就是地方政府應該要設置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來協助辦理原住民族的教育事務 我想請教白子老師 就以教育資源最豐沛的台北市來講 你認為目前台北市原住民族資源教育中心 已經有足夠的能量來去應應一百一十一學年本土語言納入國中小國 還有高中必修課程的相關的一些支持嗎 因為我不能說是不是都已經非常充沛 但是我知道我們有一直在努力 對就是每一年 而且就是老師們其實也都在努力在研發課程 在研討課程 那其實其實我是覺得是那是一種氛圍 就是一個國家政策在推動這樣子的氛圍 那大家也就參與 那很多人都說那個主語都還沒預備好 或者是主語好像推動了二十年 好像沒有沒有任何的成效 那其實我是覺得那是你要用 看用什麼樣子的角度去看這樣子的成效 就那個本土語言重視的意識 要大家要說主語這個意識 其實我覺得已經進步非常多了 我們以前是害怕害羞說主語 但是現在其實我們是覺得說主語是一種驕傲 那其實很多的年輕的學子 他們其實有一些人的志願是 我以後就要當主語老師 那是以前沒有的一個想法 但是有一些下一代的年輕人 他們是願意做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看得到的一個正向的成果 好 這部分我就要再進步請教族軍 因為你現在還在東華大學念書 也就是說你距離國高中的學習經驗 還不是很遠 還是記憶猶新的階段 我想請教就是說 一旦這樣子納入了一個新的語文的學習 也就是說在國高中階段 學生至少要學習三種語言 要國語文 英語 還有就是本土語言 那這樣的一個學習 會不會造成學生在學習上面的負擔 您的看法會是怎麼樣 其實科目的多寡我個人認為 跟學習的壓力並沒有太多的正相關 因為大部分壓力是來自於升學考試 所以假如這些語言也都變成學測的必考項目 那可能正相關會比較大一點 但我會認為說一個科目 它作為常態的必修 其實它有很大的宣誓意義 就像我們常常聽到以前我們爸媽在講說 他們讀書的時候 體育課被拿去考數學 那藝術課被拿去考英文等等的 可是到我們這一代的時候 我們這些多元的課程它是一直存在 我們沒有經歷這些事情的時候 即使它可能比不上考科 但我們會知道它是重要的 它是一個常態存在在那邊 本來就該學的東西 所以我會認為說 如果我們將必修從國小拉至到高中 說不定對於五年後的學生 五年後的原住民學童來講 他們可能反而會跟我們現在想的不一樣 他們會覺得 本來學足語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當然學足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學習本來就不是只有學校的事情 就像剛剛老師講的 我們未來對於母語的態度 對於我們以後的資訊 可能都會在此受到影響 這些東西不會只在課堂上或是考試成績影響出來 好我想從課審委員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課綱它其實反映一個社會變遷 還有就是對一個教育需求的一個改變 而進而做一些調整 這部分來講會真的會不好嗎 另外就是說教育部都已經定調 要依法執行 是代表了就是說課審會 對於相關課綱討論的空間其實也被限縮了 限縮的空間這個問題其實我們課審會有討論過 因為其實多少我們也是會擔心說 那是不是以後其他法修法 或也要求其他課程 那既然我們就要去處理 但是目前現階段這個才是當務之急 所以可能有點被我們擱置住 但是對於課綱的設計上面這件事情 就如我剛剛講的 我們怎麼設計社會怎麼因應 其實我們必須先踏出這一步 就像剛剛老師講的 我們足以在學習的這個歷程中 如果教育部不踏出這一步的話 那誰來踏出這一步 有讓圓明會來嗎 學校的主管機關是教育部 圓明會說已經超前部 圓明會沒有辦法去叫所有學校去做這件事情 這教育部才有辦法 那我們從學生開始做這件事情 我們從國家的態度一起 圓明會教育部各個機關 一起來做這件事情的那一步才是重要的 因為如果連國家都不做這一步 那本土語言的教育就只會一直存留在 在家裡學就好 有興趣的人學就好 有心的大人去教就好 可是這是不夠的 好 接下來語文教育 另一個相關的議題就是 蔡政府她是宣示2030年 台灣要變成所謂的雙語國家 那不可否認英語確實是提升國家 競爭力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工具 不過108課綱針對英語的學習時數 反而是減少的 而且又另外增加了就是多元語言的學習 也就是說未來學生 他就是剛剛提到的 他必須要上國語文要上英文 還有再另外加一個本土語言的部分 那對學生來講 他必須要就是有消化 必須消化不同的一個學習 我想這部分來請教黃老師 是依照您在學校裡面的一個直接的觀察 這學生真的有辦法去負擔或是承受 這樣三個必修語言課的這樣一個學習嗎 那麼家長態度又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現在市面上或官方 一直在講說雙語國家雙語教育 其實我們大部分在台灣人 都是雙語長大的 我小時候就很清楚的就是 我住在我是本省人家庭裡頭 家裡頭阿嬤就跟你講台語 去到學校又講國語 隔壁眷村隔一條街的小朋友 眷村裡面都講 帶有紅藍腔的國語 的伯伯在那裡 所以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說 很多人可能 比如說我沒有參加過那個 國中組的那個課審會 他們怎麼討論的 但我覺得它背後反映的 其實是一種焦慮跟不習慣 那可是我想說從歷史上面來看 台灣歷史上面這一百年 從我父母親那一代 昭和十六十七年生的 到我這一代 到族軍他們這一代 其實台灣有過三次國語運動 第一次國語運動日之時期是日語 然後第二次就1950年代開始 叫國語運動 然後最後我們現在的國語 國家語言是有各式各樣的 前兩次其實是相當用暴力 跟國家的威權方式來呈現的 老師講1950年代 國語運動推行的時候 有沒有人在問或敢不敢問 失資教材教法準備好了沒有 沒有啊就是政府一個命令下去就是了 我小時候我還到現在都還記得 前幾天跟我這樣談 我小時候那個國小老師 是湖南人講湖南腔的國語 我小學二年幾前 我從來沒有聽到老師在講什麼 可是我們也就這樣長大了 那我不是講說這樣的教育 這樣的教育品質 當然是很不好的 我們不應該讓我們現在 我們的孩子在出現這樣的狀況 但是我要講的是 在有關於就是母語的這個教育當中 其實其失資教材教法 這些技術性問題都是小事 重點是國家的政策 你怎麼看待在林間當中的 各式各樣的生活化的語言 我們現在的困境是 生活化語言不見了 所以必須要有學校老師 來承擔這件事情 老實講我這個年齡的老師 如果很願意去重新思考 自己成長的歷程之後 就是我們很清楚知道那種 被剪掉舌頭的痛苦 就是我前一陣子去上公視台語台 我沒有辦法用我的母語 去講一些我的學術專業 我的教學專業 其實是很大的悲哀的 包括剛剛我突然赫然發現 三位原住民的夥伴 在這邊討論 你們很自然用原住民的母語 跟大家打招呼 我沒有耶 我還是講國語 那是我第二種語言 對 所以我在講說 所以我們還是要回過頭來講 國家的語言政策是什麼 包括發展雙語 不管你講的雙語 是哪兩種雙語 哪兩種語言 你的目標是什麼 那個目標是不是是不但有壓迫性質的 是真的讓每一個 在這個土地上成長 我們的下一代 他是可以從語言當中得到好處的 我講的好處不是說 那個語言可以幫他賺大錢而已 那種物質上的東西 還有一個很重要 語言代表的是背後的文化跟認同 自己是什麼人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一般講雙語 立刻就想到 英文的時數要增加 我覺得這太狹隘了 雙語可不可以是法語呢 如果那小孩的爸爸或媽媽 來母語是法語呢 所以我覺得雙語比較應該講就是 我們有一個社會常態共用的東西 以及我屬於我自己認同的 比如說我們有更多小孩是混邪 像比如說現在的小孩 你要問他母語是什麼 他想很久耶 因為還有其他人會問說 那爸爸講的算不算 爸爸當然算啊 對 所以就是說 我們現在來到了一個 我們本來就是始終是一個 多餘環境的國家 到現在來到一個 多元民主的社會時候 每個人都可以選擇的時候 那於是國家要做的事情 只有一個提供機會 提供各式各樣的人要選 都有得選 但我不強迫你選什麼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語言政策 它才是一個 我們在民主社會當中 要做的事情 好 謝謝老師 台灣到這裡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部落大小生的現場 108克剛是在一百零八年八月正式上路 剛剛透過邱文龍專委的一個分享 就談到圓民會呢 在當初原住民族語文課程 剛要的在研修進行的過程當中 就已經做好所謂的超前部署 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超前部署 來規劃原住民族語文課程 在國教各個階段的學習 文士請專委來做一些說明 好 我剛剛講那個超前部署 大概第一個可能要說明是 我們在原來只有在國小 是讓我們必修 那國中這一塊它大概就是 涉及到原住民地區 或者原住民重點學校 它才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來做主義教學 但是我們在那個領剛的設定裡面 我們就把小學一年級到十二年級 就是到高中三年級的 所有領剛都把它制定出來了 所以我們有這個領剛之後 其實我們也當初就在思考 那後來未來要實施的話 我的師資要從哪裡來 那因為師資這一塊 其實是很重要的 所以其實我們後來也跟教育部 擬定了一個有關於原住民族語 師資培育計畫 而且是會賢發佈的計畫 那會裡面它主要負責的會是 我們現在已經在全國七個 跟七個大學去結合成立了我們的 原住民族語學習中心 透過大學的一些教學資源 去開不同的學分班 族語的學分班 包括教學能力的學分班 以及一般的族語學習班 那是單就族語能力學習的這個班級 我們已經在全國的七個學習中心 在推這個東西 然後另外一塊 其實剛剛百姿老師又提到 族語失智不足這件事情 尤其針對都會區這一塊 其實我們已經大概推動到現在已經第五年了 就是我們怎麼樣透過 因為老師如果真的有缺 尤其是那種少語言的 又是在都會區 怎麼樣找到老師來教族語課這一塊 我們已經在國小端這一塊 已經大概推了五年的 所謂的直播共學 我們就讓老師透過視訊 然後共學群的概念 不同的學校然後就找一個老師 然後去做直播共學去補足這一塊 那我相信未來大國中高中 可能也需要相關的一些不同的 除了實體在學校上課的管道之外 可能在族語教學這一塊 會需要不同的資訊的管道的學習 這塊其實我們也在做 那另外一塊就是在 當年我們在設定領綱的時候 在以教材的編定這一塊 就是未來的族語教材 在學校端這一塊的布丁教材這一塊 其實除了原來的一到九階教材之外 其實我們因為後來也編了 我們的四套教材 就是從字母篇 生活 生活技型篇 文化篇 這四套教材 我們其實讓這四套教材 結合現在原來的九階教材 把它發展成符合領綱的十二年的教學素養 去編定一到十二階教材 那其實這一塊其實教育部也跟我們 我們是做部分的經費支柱之後 由教育部主政已經在委託主人 以及政大再去推十二階的教材的過程 那所以我覺得我們在這一塊 還沒有做到 就是現在這一塊其實已經慢慢 就是如果是在一百一十一年 要開始實施從國小到高中端的話 我想我們在實施這一塊 我們會在這幾年也盡量 也會跟教育部集體再合作 確實盤底我們還需要多少實施 那教學的管道自開 有沒有可能讓它更多元化去補足 老師一定要到學校的教堂上課 這件事情 我沒有會積極再做 好 按照專委的說法是 原住民的部分是已經做好準備了 但是要到底要怎麼上課程 能夠達到成效 是不是請白志老師來做一些回應 應該是說 一一一年的那個就是佈定課程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助力 很大的助力在國中的部分 那我們在看國小的時候 其實我看台北市的國小的孩子們 原住民幾乎百分之九十幾 都是有在上原住民的課程 甚至呢連非原住民的孩子 也都願意學習 就是我們原住民的語言 那所以呢編成佈定課程 這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政策 那如果這個固定了之後呢 我相信呢師資上面 你只要是課程固定 教室固定了 那教室剛才那個專委有說 是不是有足夠的老師 可以到那個課堂上教學 或是用直播工學 但是呢我們有固定的時間 給孩子們就是 這樣長期的學習 我相信這個是最重要的 最最必要的 對一個課程的穩定的學習 是最重要的 對而不是像現在選修 我這學期我想選修就選修 我這學期不想選修 就不想選修 那我下次在想要選修的時候 我要從頭開始學 這個對一個學習語言的那個穩定性呢 其實是不是很好的成效 對 好 其實從基於尊重人權 多元文化以及族群和諧的考量 在108課綱呢 也將新著名的語文 列入就是語文領域的學習 目前呢 108課綱的做法是以東南亞地區的 越南 印尼 泰國 緬甸 柬埔寨 以及菲律賓 馬來西亞等 七個國家的官方語言 還有它文化作為學習的內容 那比較實際的一個問題是 在原住民語文的學習部分呢 因為是和原住民的升學保障的權益 是相連動的 因此呢 比較能夠大幅提升原住民學生 要學習俗語的這樣一個動機 那在國家語言正式納入 這樣一個必修之後呢 那麼就會牽動未來升學 考試科目的調整嗎 這部分是我們想要了解的 另外就是說 對於同樣相對弱勢的 新住民學生來講 那政府有什麼樣的一個措施 能夠鼓勵他們這樣一個 學習的一個動機 或是一個誘因呢 這部分我就要請教李主任了 好 就是 就目前的政策方向是 不會把這些語言 就是現在國家語文的部分 納入到升學的考科 因為在這個階段 我們當然還是會希望說 是讓學生從有興趣的學習 然後他能夠自然的學習他為主 然後一旦列入到考科 哇 他可能就會是變成是一個走樣 可能就會帶來很多 帶來很多的那包袱跟壓力這樣子 但是就是說 就學生如果他在學校的階段 他多學習的這一些的語言 其實對於他將來 比方說現在很多的大學 比方說像東華大學 他有像那民族語文學系 等等之類的 如果說在他們在申請入學 他們在那選擇的時候 如果學生有這方面的一些語言的修習 其實他們也都會很歡迎這樣子 因為我看他們的 像他們的學習歷程的那準備方向 東華大學很多的系 都會很歡迎具有這樣子的學生 具有這樣子的 修習這些語言條件的一些學生 這樣子 你是指新著名的部分嗎 其實都有 就包含原著名語 包含新著名語的部分 就是說他等於是讓 等於說他也會更希望 讓學生有多方面的語言能力這樣子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 其實也是學生在學習 這些語言的誘因之一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不會把它列為考科 是因為這個會對學生的 包袱壓力會很大這樣子 然後從整個多元文化的角度成 從整個那國際化的角度來說 這一些的語言 這一些的文化的學習其實都 都對學生的多元的視野來說 是有幫助的這樣 那這個也是我們鼓勵學生 多方面可以開闊他的 多元文化視野的方向 好 為什麼會關心這議題 也是因為目前就是 族裔通婚的比例是 越來越普遍了 其實在部落裡面 我們也碰到不少 就是新住民爸爸 或是新住民媽媽 這部分我想請教就是校長 就是也就你的了解 就是東和國小部分 有沒有這樣的新住民的學生 那針對這些學生 如果想要學習新住民語文的話 學校部分有足夠的資源 提供給他們嗎 原則上老師告訴大家 就是我們原則上 還是會期望它是修族語 那因為那個家長 可能就是比較 社經地位比較弱 那但是族語它可以生血保障 所以這部分我們暫時 還是以族語為 我們的那個建議方向 那其實我想要補充的 我會覺得 國家需要給我們一個 就是 就是要給我們 就是這樣 轉型正義的一個回饋 哪一個科目考試 沒有設領域 沒有失陪的 就是原住民 就是本土語言是 沒有事前的失陪 就直接 就有那個志願老師來上路 那再來呢 就是這一堆那個 來上那個上課的老師 他其實是沒有專業的一個 那個訓練去就教學了 而且他要考過高級 這高級是多難的 他是可以一般的繪畫 用主語繪畫 而且要書寫都要很正常 這些東西之前都沒教 但是就為難我們原住民 就要做到這樣子的一個程度 他其實真的是非常的需要一些 給我們一些更多的支持 所以原住民也有在學校 學習的必要性 這是我覺得真的應該要 好好地省思一下 這樣子的一個辦法 到底是要怎麼去把它調整 那這個真的是沒有教就考 是害為難了我們的孩子 那當然在九十年九冠開始 後來九十四年開始 第一次足以認證 這個三年裡面 所以我們一直都只有考一到三階 那也因為不敢改 因為受到升學管道的一些牽制 所以一直都教得很簡單 那可是其實我們足以認證 沒有辦法對應說他真的有這個出擊能力 這也是我們未來也明慧可能得要做調整的 否則這個大概只有我們自己去 滿足我們自己的 好像做得很好 可是實際上是沒有的 那真的學校在部落裡面 我們真的是還是引導孩子 來用足以就作為他的學修科目 所以新住民語文 因為跟升學沒有關係 所以在選擇上面來講 他就失去了這被選擇的機會是比較高的 我想這個是另外一個議題 但是我還是要進一步請那個專委 來回應一下高校長剛剛提到的一些問題點 確實啦 就是原住民主義這件事情 變成 尤其他已經在國小變成某一個領域課程的 就是他是不定課程 確實按照國家的交易制度 他應該要有正式的私培管道 去培育這樣的私資去教這個課程 不然這個課程在交易體制裡面 是很快的一件事 那當然我們知道說 因為整個原住民語言的那個推展的過程 進入到學校這一塊 它的那個歷史比較短 所以整個在私培過程 所以現在我們在學校端教主語的 當然最理想的話就是所謂的正式教師 但是我們現在幾乎都是資源工作人員 那在原住民語言發展法通過之後 有另外一批人叫做專職主語老師 他是可以領月薪 然後在學校裡面交主語老師 就因為他的隱人月薪 他不用跑太多學校領終點費 所以他也可以透過一些真冷延期 讓他的教學能力能夠去補足他 不過還是有最大一塊部分 只是取得我們高級認證 跟三十六個小時的延期之後 就再做主語教學的資源工作人員 所以這就像那個校長所提的 所以確實在我們的主語教學 教學的成效跟品質這個部分 師之端的這一塊的教學專業資能 確實是要培育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跟教育部後來 後來我們在各個大專地 全國地區開了七個 足以學習中心的目的就是 我們裡面就是希望這些老師 或者是未來有足以能力 進到學習中醫學習的 他至少要修二十個學分的那個課程 那其中有十四個十二個學分 是跟他的教學專業的那個資能有關的 因為我們知道會講主語 不一定會教主語 那我們希望未來慢慢讓所有的老師 都能夠到學校端教學 他的會教主語變成他 就是他的基本能力 那教育部這一塊其實也 我們也在推動校長 他們也跟一些主語老師 讓我們跟教育部有一個平台 在討論這件事情 未來包括我們現在 未來的公費師資深等等 他的除了 因為他在這一塊的教學資能 他可以學到 怎麼讓語言這一塊的能力 能夠進來 我們有未來的公費師資 培育這塊也會做 那其實就是讓更多的老師 能夠讓主義 加上主義能力之後 教學跟主義能力 都能夠具備之後 變成我們真的是 未來學校端的主義老師 好 謝謝專委分享 接下來我們要進步討論 就是108課綱 是如何深化原住民族的議題 特別是在社會領域學習的部分 就我們的了解 在目前108課綱之內 總計有七十九折的條目 是直接跟原住民族 或是族群議題相關的 那其他的領域的科目 他也適當地去納入 原住民族相關的一個學習 是請導播給我們圖表實施 那整體而言 在108課綱 關於原住民族議題的一個特色 大概是有三點 第一點就是在各領域的課程 避免複製 對原住民族的偏見 歧視 或是單一族群的觀點 第二個就是促進學生 能夠認識以及尊重原住民族 的歷史文化 第三個部分呢 就是引導學生認識 理解 同時呢 要去思辨當代原住民族的權力議題 這部分呢 我想直接先請教我們的歷史老師 對 就歷史科目來講 如果您希望在您的歷史課堂上面 去教授有關原住民族歷史相關的 一些議題的時候 您會選擇什麼樣的教學內容 以及您又會如何準備 這樣的一個課程 是 其實我先講說 其實 對 研究歷史人來說 就是說 尤其是近現代的歷史 有三大 我常跟妳講說 這現代史有三把刀 一個就是族群 性別 一個是階級 那所以其實本來 只要你是 不帶有偏見的話 族群問題 本來就是研究現代社會 一個重要的議題 所以你是不太可能把它弄 去除掉的 那所以某種程度來說 是過去不正常 現在變得正常了 應該是這樣講的 然後 那所以我想說 所以首先第一個 就是這個核心概念 如果從教學法來看 就是這個是一個 核心概念的一個建構 就是說 每次講到歷史課課綱的時候 大家都講說 你在去中國化 可是問題你們在台外 會這麼怕去中國化 是因為你過去 已經先中國化了嘛 所以才有去中國化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那個過去 所以我覺得原住民的 這個議題的課綱 其實它除了是 轉型正義的問題之外 它其實是促使我們去過去 去認識 認識過去的歷史 到底是怎麼來的 就是我們過去這個 比如說所有人 都要講所謂的國語 那個歷程是怎麼來的 那我們把它弄清楚了之後 你回過頭去看 那所謂的正常應該是什麼 真正的原貌是什麼 所以我還是 像我剛剛講的 其實台灣從 十七世紀開始 漢人陸陸續續 大量進入到這塊 這個土地上來之後 其實台灣就是一個 多元的移民社會 這個歷史事實 其實在我小時候的時候 包括我念歷史系 台大歷史系的時候 的歷史教 都是很容易被忽略掉的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 補回來了之後 所以我們從新來看 台灣就是一個多元移民的社會 這件事情的時候 於是有很多不同的族群人 要相處 那怎麼辦 過去我們特別強調的是同化 就是你來了之後 你要跟我一樣 這很奇怪 台灣的語言是什麼 後來的人強迫 原來的人學後來的語言 比如說國語 是在相對台灣現在的主流語言當中 最後才出現 它是1949以後才大量出現的 可是是所有人都要學國語 我們花了大概不到60年的時間 達成這樣的結果 讓所有的原來已經在台灣的 要學1949年以後的人用的語言 好 那這個就是什麼 強迫同化 用國家高權強迫同化的一個方法 所達成的 可是文化的交流只有同化嗎 沒有 我們發現族群會互相影響 比如說我們今天看到所謂的台語裡面 其實有相當多原住民的文化概念 或甚至部分的語言放進去 或者是日語的 因為它曾經統治過台灣 然後再來文化還有播話 就是它會傳播出去 好 OK 所以我們過去都只看到 同化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你過來你要跟我一樣 或是我是有權力的 你要跟我一樣 那於是我說 這才是上位的概念 所以這樣原住民的時候 並不是說 我們現在有16族 然後就把第一族到第16族 把你他們各有什麼特色文化 那反而是增加刻板印象 而且老實講 它也記不住 以我們那種又學習理論來說 那個7加減2就記不住了 超過9以上就記不住了 對 所以我覺得主要是 核心概念的建構 以及正式 包括整個台灣的歷史 是一個多元移民社會的歷史 老實說如果是這樣來看的話 原住民的歷史會佔 台灣史當中的一半 因為除了原住民之外 還有非原住民 它永遠都在 而且它會隨著歷史 有一些的變遷跟變化 它並不是凍結 在某一個時間跟空間當中 一個固定的 原住民就要穿這個衣服 就要做這種儀式 然後就要用這些東西 它那個刻板印象才會被打破 好 我想進步請教老師 剛剛你是從一個歷史的角度 來去看台灣 就有關於語言教育 還有語言政策的一個發展 一個脈絡 但是如果說 我們要去教授一個就是在 有關於原住民議題相關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當代歷史的部分 您思考過要如何去介紹 有語言住民相關的一個 當代歷史嗎 其實有時候 不需要我們老師介紹 就是我上個禮拜 才剛剛上了那個 就是我高一的第一個單元 就先講原住民的 其實很多社會的現象 或學生生活當中的觀察 比如說我班上的學生 他們自己突然有個同學發現 原住民可以加分 進入到我們學校來念書 這件事情 他就覺得這很可以討論 那當然有些學生講說 他憑什麼加分 然後有些人講說 對啊 他應該加分 把你的語言都掐死 舌頭割掉之後 再給你加分 這個其實不是很好 這是不得已的補救 他自己自然變成一個 國會式的辯論 老師這樣我上那堂課 非常的享受 就是說其實老師們 還是一樣我剛剛講 提供一個核心的概念之後 學生他從 然後你促進他去生活上 觀察他的事項 其實社會科學 其實是最好教的一個東西 不是要用背的 而是他所有議題都在 生活當中產生的 他不會莫名其妙 從外太空來一個議題 他是生活當中產生的 所以老師們其實 就是給我們的這個 討論提綱裡面 有一個就是說 老師有沒有足夠的 文化敏感性 老實講 我認為社會科老師 本身的專業 就應該要存在著 文化敏感性 我剛剛講的 研究歷史的三個議題 在研究中國史 你一定要講到 湖漢問題 漢人跟那個 草原民族的問題 農業民族 草原民族問題 研究台灣史 你就會知道 所謂的漢藩的問題 歷史上面所講的 漢人跟原住民 原漢的問題 所以這些文化的 敏感性 就是我們學科的本質 對 所以說其實我覺得 是不需要太擔心的 反而是過去 特別被壓抑了 所以老師不敢講 不能講 我想進一步請教 白子老師 就是老師在教授 有關於原住民族歷史 或是相關議題的時候 必須要具備 基本的一個基礎知識 以及相關的文化敏感度 這有這麼容易養成嗎 這有這麼容易養成嗎 這就是要看一個人 他是不是從過去 就是一直很注意 很在意這件事情 那我相信很多很在意 很重視這些議題的 那些社會領域的老師 應該會覺得非常的開心 我終於可以好好的 好好的講 那對於那些就是 可能從以前 因為受失陪的過程 沒有去涉獵這些議題的人來說 他也是一個重新開始去認識的 所以其實這樣子的課綱 其實是打破了過去一直封閉的 單一思維的社會領域的教學 所以其實老師他也是一個 不斷不斷學習 不斷學習 我們現在是推動什麼 終身學習 自主學習 所以其實對現職的老師來說 是要不斷不斷的學習 那我相信政策的方向是正確的話 老師他自己也會越來越更好 那整個教育的現場就會走向我們 國家想要發展的那個方向 好 剛剛提到就是 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 我想直接請教竹軍 就以一個學生來講 你到底覺得要上或是接受 什麼樣的一個歷史課程 或是社會領域相關的課程 能夠幫助你去建立 對於原住民權利相關議題的認識和理解 其實這部分感觸很深 因為從小到大一直到高中 其實同學都沒有原住民 很多社會概念其實是要重新洗牌的 但很多問號也就像慧政老師剛剛講的 我們在社會中很多可以觀察到的問題 是必須這樣交流出現的 那過往我們會一直覺得說 好像社會科就是背科考試 當然我們綁在升學主義底下 其實學生考試很痛苦 然後背當然是最快的方式 那他也牽扯回去說 到底我們需要一個什麼樣的教育 我們來學校上課 是只為了考試考的東西而學習嗎 社會 所以社會課是要教我們這樣的東西嗎 我想不是的 那在後來我擔任課程委員 然後面臨到社會 我一直希望朝向一個目標是 怎麼學可能不是我們在政策上 那個有辦法直接講好 但是課綱可以決定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去改動 可以去期許未來的學生 怎麼藉由歷史教育 怎麼藉由公民教育 學到他未來生活 接觸人群所需的知識 那假設我們在 所以原住民一定得放進來 因為就像惠正老師剛剛講的 我們其實生活周遭 原住民的同學 不同族群的同學 為什麼要加分 他的歷史因素是什麼 那他在法律上面的權利因素是什麼 這些東西學校教了 未來我們才可能更加的減少 對於加分的刻板印象 或是對於這些相關同學的 心理創傷的處理都是 比較有可能去改變到 而不是像我們現在這樣 有些同學還會覺得說 憑什麼他可以加分 那有些原住民同學 就覺得我也很努力 為什麼我的努力都只被濃縮在 我有加分 我覺得這樣的事情 在社會課講清楚才是重要的 好 剛剛惠正老師跟白志老師 都提到 就是說老師本身的一個自我學習 不斷的進修 有關於原住民相關的知識 文化領域的一些課目是有必要的 但是呢到底政府可以提供相關 哪些的協助 讓社會科 社會領域的老師 能夠得到相關有關於原住民的 一些基礎知識的一些就是來源 讓他們在備課上面 或是在有關於設計課程上面 有能夠更一勞永逸呢 是不是請專委來寫 來做一些回應 確實啦 大概我這邊回應 大概分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說 怎麼教 剛剛老師他們都講說怎麼教 然後另外一件事 那要教什麼這件事 那在這一塊 原民會就有可以著力的地方 那其實 原民會其實在 尤其在最近的這五六年 開始在推動總統府設計 原轉會之後 蔡英文總統對原住民的歷史 正義的轉型非常重視之後 其實我們也重新去檢視 以及重新去整理了 有關於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的相關的紀錄 那個以前都是以他者觀 或就是那個掌權者的那個觀念 去寫的那一套歷史書 我們後來就重新整理 所以我們在今年的二頁 其實也把它重新整理之後 用主人的觀點去看這個歷史發展的事件 到底它是什麼事情 然後對我們自己本民族 到底發生了什麼影響 那其實我們也完成了這十大歷史事件的 相關的重塑的重新編輯 我們可以把主人角度觀點放進去 這塊其實就是 未來我們也希望提供 我們也跟教育部談 這一塊整理好之後 未來怎麼樣提供給教育部 這一塊其實就可以變成 它可以變成教材的素材來源之外 也是在它在整個失陪制度裡面 去怎麼讓更多相關領域課程的老師 在學習上有更多元的觀點 而不是單一的觀點 那除了這一塊之外呢 其實我們其實在去年 去年我們開始在推動 再去展示我們有關於針對 原住民權力運動這一段 就是近代這一塊的 包括它那個整個運動的紀錄影片 或相關資料的整理 其實我們也完成 那其實也跟教育部 現在也在合作 他們其實看怎麼樣把這些素材 也能夠帶很多要準備要編輯 相關人的社會領域的相關課程 或者是它用議題性結合的時候 這很多議題跟這很多素材 都可以放到教材內容裡面來 那其實教育部 包括國教院這邊也都 也都在請陳章佩倫老師 尤其是針對議題式融入的這一塊 也在把我們這些素材看 怎麼去把它結合出來 好 謝謝專委 歷史教育到底要教什麼怎麼教 應該最重要的關鍵就是 促成多元歷史觀點的一個對話 討論到這裡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部落大小聲 在上一階段討論的最後 我們提到有關於歷史教育 到底要教什麼一定要怎麼教 剛剛黃老師呢 他特別分享 就是有關於 作為一個歷史老師 對於歷史教學的 這樣一個理念和想法 但是怎麼教 他應該才是真正的專家 這部分我們就先 再進一步請教他的一些觀點 謝謝主持人 說專家不敢 但是我們就是 每天跟那個年輕學生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說 除了我們說 我們老師想教他之外 其實更重要的是 老師要教可以教很快 但是有學生有沒有學會 這才是重點 就是說如何促進學習 老實講 這其實也是108課 剛剛很重要的一個精神 就是說過去我們都想 我想教你什麼 甚至是國家想要教你什麼 我們把那個教育主權是放在國家 或是專家的身上的 可是事實上我們教育基本法 明白講 教育主權是國民啊 所以我們國民有多少種 我們就要有多少種教育啊 對 那每個學生是不一樣的 那我才回到歷史科的教法當中 過去傳統大家在講 我最常碰到 看我是歷史老師 最常聽到兩種講法 一個是 我小時候歷史老師都只畫課本 畫重點 好無聊喔 所以我很不喜歡歷史 另外一種是 我們老師好棒喔 都講很多很好聽的故事 好喜歡喔 所以歷史老師就有兩種 畫重點跟講故事 可是老實講 畫重點跟講故事 這個都不是教學 對不對 就是講故事 那個電視上面什麼講古的 或是導遊領隊 講的比歷史老師好太多了 歷史科做一個 有意義有價值的學科 而且他還必修喔 那他的必修的價值在哪 肯定不是聽故事嘛 OK 然後所以對我來說 歷史科的教育 包括可能很多科目 包括社會領域的教法也是一樣 是 我們講單一的故事 講故事的時候 現在有大麻煩 是馬上主角是誰 好人壞人就出來了 你講中國史的故事也是這樣喔 所以就會有很多漢奸啊 很多民族英雄啊 那其實那是什麼 那是洗腦 那是國族主義式的教法 我們過去很習慣這一種 所以就覺得 那有跟我講那個什麼故事 好像很好聽 可是故事最方便洗腦 可是現在如果我們現在 我們面對我們多元社會的時候 其實所謂的主角配角 是看誰哪一個角度講的 像剛剛那個專委講的 原住民有原住民觀點的實施 對原住民跟漢人可能剛好是 互相對立的喔 好那誰對誰錯 還是我們各達五十大板 歷史絕對不是要做這種歷史的裁判的 而是我們如何呈現多元史料 歷史可以有個非常大的好處就是 看證據講話 你不能說我認為我覺得 不好意思喔 他過去不是這樣發生的 然後所以我們把史料呈現出來之後 台灣就有這麼多不同的族群 原住民在這裡 荷蘭人來過 西班牙來過 日本人來過 漢人來過 日本人來過 好把這些資料拿出來之後 於是發現 他就是一個歷史的原貌 還不只是三國演藝 他好多國 然後呢 於是透過把史料呈現出來之後 他就促進了認識 好 這麼多資料當中 你要相信哪一個 你選擇最後 你拼貼出來 你自己剪接出來 詮釋出來的歷史事實是什麼 你為什麼這樣詮釋 所以最後其實還是回到一個 十二年國教 最旁邊被罵的那個叫做素養的詞 可是素養其實很重要 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不就是這樣判斷來的嗎 你今天接了一個電話 然後看到一件事情 聽到一個新聞報道 然後最後 這到底是不是詐騙 你會不會有錢財的損失 不就是這樣的能力來的嗎 所以社會科要訓練的東西 很重要就是還是回到生活當中 他的議題然後是生活當中去 你生活當中有什麼 你就必須要去面對 而不是只是很單純的說 某一些學科專家幫我們切案 你總共要學二十一科 生活絕對超過二十一個面向 所以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如果學很多種語言 然後把國家語言放進去 要選 是不是會排擠了其他的 我覺得那個只是把說 你學生活的總和只有這麼多 所以有加了一個精來之後 他就其他被分掉了 可是不是 生活的總和永遠在擴大 在增加 所以它是增加了選擇 看你從哪一個角度上面去出發 那老實講 我們也不要小看學生的學習能力 有太多重要的東西 老師不教學生自然都會 我的學生玩電玩神乎奇跡到 我根本完全是另外一個世界 我就說我們是3C難民 可是學生3C的東西 他不用老師教 甚至家長老師如那樣的限制 學生可以自己寫程式 告訴我們 像我們學校的學生 直接自己寫程式 讓你去午餐 直接用手機訂便當 他不用自己跑來跑去 這多棒的能力啊 所以老師要做的事情 不是我只是單向的書給他 課本寫什麼 一定都要在科目當中 課程當中來選 還有很多是隱性的學習 而隱性的學習 很重要來自於老師的態度 所以在高中歷史課程來講 可以說是透過引導教學的方式 來去養成學生思辨的能力 這對高中生來講 是有在一個能力養成的一個可能性 可是其實社會科 社會科也不是只有在高中階段 在國中甚至國小階段 學生都要學習社會科 那想知道 就是在目前呢 108課綱實施之後 國小學生到底怎麼學社會課 目前只有實施到一年級 所以確實還沒有 touch到這一個部分 但是未來還是會碰到 那我們在部落裡面的學校 就是有做那個民族教育 但其實這個分爭不是只有 有漢圓而已 而是圓圓之間也有 族群之間的一個接觸 造成的一些那個分爭 或是變成社會案件 這些東西都可能是發生 但是當下的一個社會環境 並不是我們現在可以知道了 所以其實我們了解之後 讓孩子知道 當下的一個無奈 還有現在我們應該怎麼去把它 就修正自己的觀念 其實認識別人再來尊重它 才可以有融合的機會 我想其實部落裡面其實 更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 學習場意 因為常常外省人其實很多 取原住民的小姐的 這個部分還有族群之間的通婚 這些都是觀念上面 要有調整的 包含族群之間母系社會 和夫系社會之間的一個 就權力上面到底誰要 8號施令這個 都是很多很多在社會的課程裡面 或是任何議題裡面 我們都要得要學習的 所以其實學習如何 學習相處 還有跟順應未來的世界 那才是我們要交給孩子的 所以在108課綱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理念 就是要自動好 就是讓學生能夠自發學習 而且能夠主動 而且要能夠跟不同的人 共好 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個 一個教學理念 可是我還是要請教李主任 就是剛剛提到 就是108課綱上路之後 其實這是一個教育體系 還有教育思維的一個 重大的變革 那可是我們現在 現有的師資的養成 都是按照可能就是 就是所謂的威權時期 就已經有相關的一些 教育養成的方式 去培養出來的老師 當然有比較年輕的老師 是透過這樣一個民主開放改革 之後的一個學校的教育的養成出來的 不過呢 對於像這樣的一個社會 領域課程的教師 或是說 其他跨領域課程的教師來講 如果他想要按照就是說 108課綱的一個相關的要求 去做相關的教學的設計 比如說以原住民族的一個相關的議題 一個教學來講 到底這些老師 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就是說機制 可以讓他們去做自我真能 在國教院這部分 或是說政府教育部這部分 有沒有提出這樣的一個協助管道 好 陳如主持人講說 這一個其實這個教育改革 不是今天突然間發生的 其實從以前 從那九年一關課程以來 台灣的整個教育的主軸 就逐漸的從過去強調知識的部分 九年一關開始在強調能力導向 就是培養學生是他帶著走的能力 然後到這一次再更往前走 他要培養的是一個 那中整的素養的部分 然後也成如剛剛的慧珍老師 他所提到的 以前是以老師為中心 我要教什麼就教什麼 然後現在是要開始轉變為 開始關注的是一個學習者 該怎麼讓他去有更好的學習這樣 所以剛剛主持人也提到 這一次的課綱裡面 很強調的自動好嘛 自發互動共好 所以這一次很強調的是一個 自主學習的部分這樣 所以整個老師他在教學的過程中 如何引導學生自主學習 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所以在可能主持人或說 可能各位來賓觀眾 可能也都會去發現到說 假如你們對教育現場 有一些他關心跟他瞭解的話 你會發現說好像過去這幾年來 老師的研習的方式跟形式 好像已經不太一樣了這樣子 以前很多都是由工部門來 來那辦一些研習的活動這樣子 現在這個部分他當然也有 但是有更多的是由老師們 自己所組成的一些 教師的專業社群 就是說他們去共備 然後就那種研習教師專業 真的方式也不太一樣了 以前我們就是標示 找個專家學者 他來跟你講課之類的 現在很多是由老師自己的一些 透過團體動力去討論 我這一課我應該要怎麼去上 怎麼去共備等等之類的 所以就是說整個部裡面的一些 對老師專業支持的機制 也是往那個方向再做一些鼓勵 跟他誘發這樣 那就是說包含說 在那國中小裡面有那個 比方說社會領域 他有那中央輔導團 輔導群的部分 他們在針對新課綱的這種 跨領域的部分 議題的部分 乃至於多元化教育 多元品量的部分 其實也都有相關的一些安排 然後來跟老師們做這些互動 那我要說的是說 這個部分提供給老師的支持 已經不再是像以前 只是一種單向的傳授 他更多的是讓老師 從我們的課綱 其實課綱的主軸 就是要培養學生的素養 所以他裡面講到說 你要交給學生的是一個 學習重點裡面 包含學習內容跟學習表現 重要的是他能夠應用出來的表現 所以在跟老師們 在做一些討論跟互動的時候 大家就會回歸到 不是像以前講說 我這個知識教了沒有 我這東西他背了沒有 就說我這個課程 他下來之後 學生到底學到了沒有 就像慧珍老師講說 他能不能夠去應用 他能不能夠去反思 他能不能夠從這樣子的 課程教學安排裡面 他自己從裡面去發現到說 我們是處在一個什麼 社會情境脈絡底下 他跟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然後我怎麼去理解 不同的族群文化 他跟我產生之間的一些 互動關係這樣 所以這個也是一種 從從專業的支持 跟支持方式的改變 他都隨著這樣子的一種 課程改變裡面 他也在做一些調整 好 其實不只是學生要自動好 老師也要自動好 那我想進一步請教白子老師 其實我們知道 其實就是說 族群教學推動以來 有很多族群老師 他們各自組成自己的一個 教學的一個 就是說互相分享的團體 在您理解的就是經驗來講 在臺北市的部分是怎麼樣呢 像我今年就剛好就是 借調到那個 臺北市原住民教育資源中心 那我的任務就是 帶領就是臺北市的專職老師 組成一個專業的共備社群 對 所以我們每週三下午都會一起研討 那老師就是把他現場教學 遇到的問題 我們就一起討論 一起解決 一起研發教材共備 對 那其實那些 那些族群老師他對這樣子的 一起學習 因為他們其實 族群老師是很孤單的 在學校裡面 對 而且他是跨很多很多學校 所以他有的時候會覺得 他自己是一個學校的邊緣人的那種 所以有這樣子的一個專業社群 大家可以聚在一起互相分享 互相共備 其實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 支持跟正能量 對 那我還要再就是 剛才提到就是 有關 縣子老師對於原住民議題的 教授的這部分 我其實覺得 一個老師的態度是非常重要的 即便是他過去的 失培養成過程 可能沒有接受到原住民議題 但是他的態度 覺得說這種族群議題是 我們現今社會很重要 交給孩子的能力的話 其實他態度正確 他會自己想辦法 去找找尋支援給孩子 這方面的那個 Push 像我曾經就被歷史老師邀請 一起跟他上歷史課 對 雖然我不是歷史老師 那他剛好交到日治時期 那剛好我的部落就是剛好是 李帆政策推動的一個部落 所以我們就一起協同 那還有綜合領域那個 家政老師 他就覺得他在教編織 跟泰雅族的編織 很有關係 他也邀請我一起協同 所以其實我覺得老師的態度 才是重要的 其他的這些教學的資源 其實他會用各種方式去補足他自己 好 這部分我就要請黃老師 特別來介紹一下 您代表的這個團體 就是歷史教師生根聯盟 當初是怎麼會想要成立 這樣的一個團體 那您覺得這樣一個團體 對於就是從事你們歷史 教學上面來講 有怎麼樣正面的一個協助呢 對 其實嚴格來說 其實生根盟是回應那個之前 就是微調課綱 這個亂改的情況 我們是被迫產生的 因為覺得有人來羞辱我們的專業 然後自己的專業要自己捍衛 這是一個在五年前成立的 然後我們剛開始被激發的點 是中國史的部分 那反而慢慢回過 我們來看我們自己在台灣史 在世界史的教學的時候 我們發現說 就我剛剛講的 我們過去有非常多的扭曲 包括其實在台灣這麼多 過去像我小時候 那麼多時速的歷史課 其實就是一個政治目的 你去看一下 全世界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大學 每一個大學都有歷史系 哪有那麼多人喜歡念歷史啊 那是什麼 所以我們的歷史過去 就附載了很多的政治任務 所以那我們開始認識了這個現實 之後那回想 那轉型正義是什麼 其實轉型正義 不只是政治上的轉型正義 其實很多就像剛剛 白志祥老師講 很多觀念態度上的轉型正義 那我老實講 我個人是上次都 持比較樂觀的態度 在我的團體當中 都屬於那種很樂觀的人這樣 就是我覺得在轉型正義這個部分當中 先求有再求好 那我覺得是觀念比知識的給予是更重要的 那我覺得轉型正義說穿得很簡單 就是如果從德文來看的話 轉型正義 這個詞也是在台灣被用爛的詞 但如果從德文來看的話 德文的轉型正義 其實它的原因是面對歷史 就是我們過去怎麼走到現在來的 你不要只看到你習慣的那一套 不要只看到對你有利的那一套 你要全面去看 然後你把它打開面上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那個路就很清楚了 過去所以有壓迫 那當然有人壓迫的人會得到好處 被壓迫的人會不爽 那可是我們過去 我們現在只看到有人被壓迫 可是有一些壓迫的人 他因此得到好處 我們其實沒有去檢討他的 所以我們就會形成說那種 兩邊在對立 可是你可以想像 如果我們回到一個人為本位來說的話 壓迫人會得到好處 被壓迫人不高興 那會不會反過來 有一天壓迫人也會被壓迫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多元民族 我相信這個是已經 我們討論這麼多次 這個沒有辦法被污名化的詞 就是多元跟民族 只是我們大家對多元跟民族的想像 不太一樣而已 所以我的意思來講說 回到生根盟的核心關懷 為什麼我們叫做生根 把根紮進去 就是先促成面對歷史 然後把根紮進去之後 接下來就會長得很好了 那個土壤是對的的時候 它就會長得很好 把根紮進去 那確實我們自己大部分都是國高 我們大部分是高中老師 所以我們從自己的學科去出發的時候 其實會發現說 我們後來就常被認為 我們是某一個陣營的人 最後我們發現 我們學科的價值 特別是在這個世代當中 最重要是轉型正義 把過去被扭曲的 把它回歸到正常 那這樣很多事情都很好做 謝謝老師 因為節目時間的關係 我們在剩下最後的一點時間 我們就請現場的來賓 針對今天的討論主題來做一些結論 我們先請竹君 我先嗎 是 因為年紀最小 然後圓明台的節目 其實 我在參與課程會的途中 常常 那個文副主任也知道 身分的那個衝擊 其實是很難處理的 畢竟我本身是一個漢人 可是我在圓明院看到了 這麼多原住的同學 為了自己的文化 為了自己過去的故事 還有 為了所謂的認同 所做的那一切的努力跟狀況 其實 看在眼裡我會一直在提醒自己說 我有一個這樣的機會 我也沒有辦法 讓下一代的年輕人 過得跟我們不一樣 其實 回到剛剛老師們講的 其實 我們必須去決定教育 是一個什麼樣的事業 那 未來的學生 他從學校帶走了什麼 怎麼面對這個社會 這不是 這是不只原住民的工作 就是整個台灣社會一起的工作 那我們希望 新課綱以後 越來越多老師 社會家長 一起加入這樣的工程 讓我們的學生 未來的年輕人 可以面對不一樣的社會 好 謝謝主君 我們先請專委 我們希望在這個過程裡面 在新課綱 課綱實施的過程裡面 幫助原住民 準備更多的 能夠在教育現場實施的材料 讓原住民小朋友 未來在教育制度體下 是認識自己 然後尊重多元 主任 好 那個 這次新課 剛剛大家是經常使用的 就是自發互動共好嗎 這個自發互動共好 不是只是在培養學生 自發互動共好而已 也希望是帶給學校 自發互動共好 也希望這個社會 這個國家 是個自發互動共好 好 謝謝 校長 好 逸林巴克 讓我們有機會 在我們的生活情境底下 用在地的素材 來了解自己 先了解自己 認同自己之後 再看得更遠 學得更多 還有更有包容性 我想這應該都是一個 很好的結果 好 文先請黃老師 對 其實我個人認為就是 既然教育基本法講 國民教育主權 所以教育的主權 在所有國民身上 我們國民有多樣化的國民 那於是我們就應該 有多樣化的教育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教育目標 應該是讓沒有一個人 需要為自己的認同 而受到歧視或壓迫 然後每一個人都可以 在我們社會上 拜有一定的位置 做好他自己 而國家要做的事情 是要提供資源 好 最後一點時間 白子老師 十二年課綱 讓原住民成為世界 跟台灣的一個禮物 讓更多的學生 學子可以認識原住民 不要讓原住民 成為最陌生的熟悉人 好 謝謝六位來賓的參與 以及電視機前面 觀眾朋友的收看 部落大小聲 下週六同一時間再會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